您好,我刚刚传播听忘了您的语音 我觉得您提根的信息还是蛮有用的 我跟你讲,我是前年去马拉围绝的时候 我也去过的人,我们去马拉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到时候我晚一点,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跟你聊一下这样子 我是把我所知道的,我经历过的,我就告诉您 因为这个我也不是听别人说,是我自己经历过的 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前年十月份,我记得很清楚 是前年十月份,14号到24号 14号过去马来西亚,24号回来的这样子 我昨天去派出所也是跟他们闹了一下 那个好人都有点不舒服 我跟你讲,就是我是前年我们去过马来西亚 不是,您应该也有听说过去了几批人 当时,因为我也是当时这个事情是汉朝门发起的 但是我把事实说一下,其实有些人是约了汉朝门的 就是说那时候所有缺盘,缺盘就是说那我们过去围池 其实确实我们是过去了,但是我们过去了,确实是有的人是缺了池 但是我们去的人那不是,我们去那里就是只是说帮我们补调一些 也就是住宿的会议,而且我们住的很差的真的 但是本来是想着就是说不住,就是说在级别流浪的 但是他们国家不允许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了最便宜的住宿 真的像去过,去过真的,在那里的人都是真的是,怎么样讲 真的那种苦啊,只有经历不得人才知道,真的 去我们去了真的,什么年纪的人都有 而且有的是带病的,有的在那里都花病了的 六七十岁,七十多岁的,还有一个残疾人去了 也是一个老人家,一个男的,他都是住在门医区的 真的,看到的真的恶心啊,真的好杀心啊,真的 怎么样讲,人家真的也是确实是被伤害到这种地步了,才走这一条路 而且很多真的是被骗的,就像他们说的,没交百贵的 一个托了九百多万的,他都说他都回不来了 他说,全部所有东西都成了黑肤,他说回来的话 他也是一丢丸就给人家追,他说他都没法回来了 这个事情,我们去了,我是第二批去的,他们有第一批,第二批,还有第三批去了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确实也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也是确实是搞了一些很多事情 就是说,有一些带着我们去,带着我们去,就是围绝 而且,而且总是我们围绝的几个人都是,好多个都是我们深圳这边的 因为我也是深圳这边,好多个深圳的,现在都被抓了,就是都还没回来 就是带我们围绝的那些头目,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找到的呢? 因为当时我也是问了,因为其实当时我是,他们说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确实,因为有些头目我也有跟他们联络嘛 就是说想了解一下案情嘛,就不是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嘛 他们也跟我讲了,确实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 就是说,我们去呢,就是去了大使馆,是这样子的 去大使馆,我跟你讲一下吧,我们是,本来就是我们 刚开始我们就去到大使馆,去到大使馆之后呢 然后就跟大使馆的人讲了一下我们的状况嘛 然后他们就,他们就,就是说不想管的那种 就是说不想管的那种,然后,因为我们人也多嘛 几十个人坐在那里嘛,然后他就叫我们出去 他就,他说,叫我们出去 他说我们如果再不出去的话,他们就把警察叫来 然后我们这些人,你看到了这种地步了,我们也不怕嘛 是不是,说实在的什么都,真的很多人都被骗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怕什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就 几十个人在那里就,跟那些大使馆那些 跟住人员就跟他们下跪了,在那个大使馆那里 因为他那里有,有,有接启的嘛 然后就在那里,下跪了,然后他们就,就不敢说是 当我们走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们协商 就是说,就我们,就是派几个人去跟他们讲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我们就出去 然后我们就出去了,他就说,这个事情呢 他说,我们也不能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只能走法律程序 然后我们出去了,然后,因为我们去了有几批人嘛 我们就,就在那个大使馆门口那里,也是说 也是想引起,我们,我们大使馆的人的关注 然后就引起,还有,就马亚西亚那边的人的关注嘛 这样子,我们在那里,真的,其实在那里真的 下过了几个小时好多 然后呢,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比如说,大使馆人员的,他们就 他们,他们也是在那里看 刚好就是,有一个曾国宁航 就是,就是曾国宁航住马来大使馆的嘛 也是在那个旁边嘛 就是,他们,他们也在那里看 好多看的人,好多看的人 都真的,他们都流眼泪了 我们大使馆应该也有 找他们相关方面的人出来 就是说,他们也找了警察 他们那,马来西亚那边的警察 过来就是说,怕我们,那是 出什么事嘛 但是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这么多人 他们确实,我们也是,确实是受害者 他们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嘛 然后,然后我们还有 有,专门请了一个 就是说,他们那边 比较出名的媒体 也是跟我们报道了这个事情 是华人记者,是华人记者 我们是请的华人记者 跟我们报道了这个事情 当时就是说,那个嘛 其实当时是引起了 引起了就是 全世界人的关注嘛 那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说,组织 我们去了那些头目 就是说,被关起来了 就是说,我们那是 应该国家 他们应该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我们就不 就没有用到正确的方式 就是去维权 就是说,在大使馆门前下跪了 就是引起很多国家的人 去评论这个事情嘛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被关起来了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他们就找我们 然后,他们就是大使馆的头 也是找我们协商嘛 然后,我们也是 记者跟我们采访了很多的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也是说出来了嘛 他们的报纸 他们当天都有报道 报道很多次的 就是像我们 整国的《人民日报》一样 这样子报出来嘛 就是说,希望瑟士更是出来 就是解决问题嘛 这样子嘛 然后,他们那些年轻的 他们那些年轻的 就是我们完事了 就是说,你已经算了 他们那些年轻的 他们就问我们 他们问我们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 就是说 我们就说 很多国家的人 就是 以国家的名义 就是说 把这个 把这个 骗的人的钱 就要回来了 然后,他们就问我们 他说,是哪个国家 他说,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 他说,我们也可以 像他们一样 就是说 看他们 你问我们 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就是说 问一下是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说 是真有这回事 他说,他们也可以 也就是说 像他们 像他们 应他们的方式 就是说 帮我们把这个企业要回来 嗯嗯 然后就是 但是确确的 确确确的 我们也是只是听说而已嘛 我们也不知道嘛 然后那些年轻的 确实他们也是挺可怜 我们的 他说 他说 嗯嗯 嗯嗯 他说我们也是 嗯嗯 很多都是他父母 那样的年纪 他说 确实你们也是 被贴的挺可怜的 但是也没应呢 是不是 当时的话 嗯嗯 当时的话 确实是引起了 大使馆的注意 然后大使馆 他也是叫真央那边 派了一个人过去 派了一个人去 马来西亚那边 然后我们 我也通知了 我们就是说 嗯 在马来西亚那边 举行了一个 嗯 记者招待会这样子 嗯 嗯 然后也了解了一个 一些事情 然后也是请了历史的 嗯 请了历史在场的 嗯 当时那个历史也是在 马来西亚那边的历史 但是它是 很多 很多大的根丝的 就是 嗯 他们的 嗯 嗯 大的根丝 他们的历史 就是说 这个历史呢 也是大使馆推介的 这样子 嗯 他就说我们 只能走 就是正确的维取方法 就是说 意思是说 就我们不要再有人过去了 他说如果再有人过去 这样子的话 他说到时候我们被抓了 他说 嗯 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他说我们用正确的方式为全 这样子 然后回来了之后 回来了之后 回来了之后 嗯 我们是十月份回来的 好像 你一起 十月份 我 我是十月十四号去的 然后二十四号回来的 嗯 然后你一起的话 有一些人 就 陆陆陆陆陆陆陆就是被抓了 他们是怎么被抓的呢 就是说 嗯 因为我们那个群是很多人嘛 他们 嗯 当时他们可能就说了一些 所以我见您在那个群里面有的敏感 字 您都不能说的 说到时候就是说 嗯 嗯 那些群 那些玩警啊 他们都会 到时候 就是怕您到时候有有什么麻烦似的 这样子 因为 嗯 他们是怎么样找到那些 就是说 嗯 嗯 就是那些带我们去的头 怎么把他们抓起来 就是这样子 他们 因为在那边我们有拉 拉横幅啊 就搞一些什么事情了 请大把 包括请大把 因为我们去的人多嘛 请大把去付费啊 他们是从那个付费的那里 就是找到那些人的 就是 还有一些没关起来的 就是嗯 没有抓去的 就是说嗯 在那里面当了一些小职务啊 因为当时有 这么多人肯定有走职嘛 也肯定有 又有 又有 又有走职嘛 就是有什么保安队长啊 什么组长啊 这些之类的嘛 嗯 嗯 我们这边深圳那边还有好多 就是说他们 当时就是当了一些职务的 就是说嗯 我们围起的时候 组织了我们 就是当了一些职务的 他们都 警察都过来问他们话了 这样子 但是我们确实 我们也没有 没有 没有换房 只是说嗯 有的 有的就真的是找 找他们 就是 谈了谈了几次 这样子 然后 汉朝门他们 汉朝门他们到现在还没出来的 嗯 我就还是说一些汉朝门吧 因为 因为群里面不是说 也是那时候不是说嗯 就是说 我们组织去围区 有的人出来齐吗 确实是 出了齐 但是这个齐的 真的不是说 某一个人贪了 或者说某一个人硬了 这样子 这个齐的 当时的印度就是这样子 就帮 帮我们补贴了一下我们住宿的费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 嗯 至少都要 都要三万块钱左右的 但是帮我们 说一说实在的补贴的都是很少很少一部分的 就是可能每个人几十块钱这样子而已 嗯 嗯 但是确实不是说 因为很多人就在外面 嗯 说那些谣言嘛 就是说说 嗯 组织去围区 说打那些窃囤呢 还是怎么样 怎么回事嘛 但是真的是没有这回事的 因为我这个事情我是很了解 很了解 很知道这个事情的 因为当时我们这些 他们都有更布 就是说一些什么费印 嗯 他们都有更布出来的 这样子 呃 我我跟你讲一下吧 您刚刚也在问就是说 以为我是下面有人 我跟你讲 我是下面一个人的没有的 所以我到维区回来 20 嗯 好像是2019年吧 我我回来 我都还一直相信我的推荐人 我说不是他骗了 我说是平他骗了 我 但是事实我也是慢慢在别的维区 维区群里面也知道的 就是说真的 2017年5月31号 10号的那些进去的那些 全部都是你的上家 骗了你 我也是 我跟你讲啊 我 我都没企业的 我的企业都是用房产证贷款 贷款贷出来的 而且我老公也不知道的 这样子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说实话 我 我也是很苦的 我跟你说实话 真的 我如果 我都说 如果有那么容易 买到安眠药跟零药 我都说 我现在的我都不在了 真的 实际上是太难了 这些人 我 我的推荐人 现在 他也 他也 我想问他要一些钱 就是说还 还利息 每个月都一两万块钱利息 搞我的利息 他也不理我 现在他都把我 把我拿黑了 我现在没办法 因为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 不是说他正常的分享 就是说那我进去 我跟当时十几年的朋友 之前也是同事 他之前跟我老公讲过 我老公就说没钱 但是也确实没钱 因为我老公一个人赚钱 我们一家四口 因为我生了一堆酸八蛋 我一直就在家里面带孩子 这样子 他跟我老公讲 我老公说没钱 然后他第二年 他又来到我家 他和朋友去花了一年多 我从来都没问过他 你在干嘛 他晒了一年多 然后他就来我家 他跟我讲了很多次之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说这世界上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然后他就 然后他就 花他的身份证给我 他就说 我分了你亏一分切的 然后他也跟我讲 他说他有两套黄子 大家玩那边 这是在惠州那边 有两套黄子 有一个破坏 所以我就这样子相信了他 其实也不是说 一下子搞下去 两三百万 也是 他是一步一步 把你撇进去的 其实在这里面的人 都知道是怎么样 一个回事 是不是 然后到现在为止 他们就说是我们 他 姐姐 你也经历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他真的是一步一步 把我们拿进去的 然后出事了 反而说 真的说是我们 他真的我是个人能事 说实在的 我如果有杀人的本领 我真的 我请你去杀牌一家人 我什么都不要 真的 我跟警察也是这么讲的 我说如果像 像十几年之前 我说我都 我都 我再没钱 我都请一个人去干了他一家 我说我都 我把他都剁成肉碎 我说 那天我在 我在警察局 在警察局 我也是跟他们这么讲的 他们都还生气了 他说你这样子讲话 他说我们就 我们都不理你们了 我说我怕什么了 我说 我说确实是这样了 我都报警了 这么久了 你们就说 妾子也是瘦哈者 我说 我说难道我的钱 我的钱 我的钱给妾子了 我还要管他的印度啊 难道妾子骗了钱 她放在丈夫里面 等你去查他呀 是不是 人家都是 都是有目的 有羽毛的 是不是 我说难道骗了钱 我把我 那我说 我也去骗人家 我骗人家二十万 我就 我就转三十万出去 转给我的亲人朋友 转给我的同伙 我说那这样子 是不是我也不犯罪了 这样子 就是我们深圳市 就是说 不单是说 这个骗局 在我们国内 现在也有很多 这类似的骗局 因为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 有这么多受骗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面 受骗的 我现在 我现在也在别的 围棋区 就是说 他们很多受骗的 都不被这个骗 被国内的很多 也是被骗了 真的 姐姐我跟你讲 这个里面 很多事情 我们是不 我们是未知的 所以您在群里面 说话的时候 就最好了 有一些敏感词 您就不要去说 然后 有时候 有时候 您 如果打这个方式 打出来的话 您就用拼音代替 不要就是说 那个 不然的话 到时候就怕 惹上什么麻烦 这样子 我们的话 像我们的话 我知道的 但我们夫去围局的 那几个 就是在群里面 那时候组织 我们怎么样弄嘛 但是他们回来的 现在全部都被关起来了 也还没有出来 包括汉朝门 她是我们深圳这边的 切出不来 这样子 她是 其实她的方式 她是想 就是跟张玉花协商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切给给我们 这样子 这个事情 我是很了解的 而且 我确实我自己 有经历过 她带我们 就是汉朝门 因为当时她年龄大 就是说她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之后 为主的那些人 带我们去马来的那些人 他们就 就汉朝门退下来 她说她这个年纪 就不要再 不要再 就是说 不要再去 用行动去那个 那这些年轻的做 这些年轻的 还更那个一些 他们就 汉朝门就是 有时候可能就 给一些意见给他们 但是 但是 因为她那时候 在群里面 也说了很多话嘛 所以就把她 也一起抓起来了 这个 就这个样子 现在这样子 其实诬蔑汉朝门的 就是那些 推荐人 您知道吗 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谣言 那些推荐人 他们肯定是跟我们思想 是对立的嘛 那些推荐人 他们就污蔑他 就是说 叫这些人 维权的这些人 再也不用跟着 汉朝门了 就是汉朝门是 贪污你们的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 其实说这个话的 一般都是 推荐人 那些大领导 他们就不想 这个事情 再这样子 闹下去 就这样子 他们 其实他们那些 推荐人 他们也有一个群 他们也有群 他们上面也有人 教他们是怎么样 对付我们的 就像我这个 推荐人一样 有的群里面 他是有那种片子 在那里面 就是说探消息的 他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些受害人 现在是怎么样 一个状况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违权到底 得到了 或者说 把人抓起来 把企业赔了 这些 就是说他们也想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消息 有的是 污底拿的 就是说 他下面有好多人的 这样子 是爱费 当初是爱费组织的 因为他是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之前 因为他之前 也是被骗了 他去北京围权 他去北京围权 就是把那个企业 要回来的 那些敏感师 他们群聚 到时候他们都怕 负责任的 到时候 那个案件 一查下来 他们就会被抓的 他们都怕 我跟你讲 因为有这样子被抓过 所以他们 他们都是这样子被怕 被怕的 是这个原因